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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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 或在树上或在地上 里头有橱或有蛋 母鸟浮在橱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橱一并取去 总要放母 只可取橱 这样你就可以享福 日子得以长久 你若建造房屋 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 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 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不可并用牛 驴 耕地 不可穿羊毛 细麻 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 人若娶妻 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 信口说她 将丑名交在她身上 说 我娶了这女子 与她同房 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 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 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 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 她恨恶她 信口说她 说 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 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 父母就把那步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 承治她 并要罚她一百色克勒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为她将丑名 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 女子仍做她的妻 终生不可修她 但这事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 就要将女子带到她妇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因为她在妇家行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这样就把那二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 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这样就把那二从以色列中除掉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遇见她 与她行淫 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 用石头打死 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 却没有喊叫 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 这样就把那二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有男子在田野 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强与她行淫 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但不可扮女子 她本没有该死的罪 这事就类呼人起来攻击灵舍 将她杀了一样 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 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女子喊叫 并无人救她 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抓住她 与她行淫 被人看见 这男子就要拿五十社克勒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她玷污了这女子 就要娶她为妻 终生不可修她 人不可娶妻母为妻 不可掀开她父亲的衣精 今天的经文中会有一些部分 让你觉得比较难懂 但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些经文都必须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 像是在当时 一位女孩如果失去了真洁 就等同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性死亡 在外面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所以无论如何 男子都必须对受害的女孩负起责任 而女孩也该持续受到附加的保护 这样才不会让女孩未来 在社会中得到更残酷的对待 所以这些规范 可以说是天赋 针对当时的女孩们 所设立的保护网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要为大家解惊 而是希望我们能一起穿越这段遥远的时空 挖掘出那些隐藏在深处的心意 并且更认识我们的天父 明白他所做的一切 总有他的美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看见 许多埋藏在深处的美意 也让我更认识你的慈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从经文里找到美好的宝藏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